今天是7月16号周日a股部开盘 我们来看一下电力 因为在周末有三四个朋友跟我说 杨先生电力我在上周追高被套了 我怎么办要不要割入 你前期跟我说电力会有机会再迎来一波反弹反攻 但是我追高了 现在套住了该怎么办 还有就是哪些票值的重点跟踪和留意 大家对这个电力方向把握不住的 看不懂的仔细听 其实说起电力这个方向 如果你亏钱了我真的无语对吧 我记得在前面几天 在这个位置是重点讲过 我说讲什么60天均价附近 电力股市可以什么逢低上车 逢低去博弈的后期拉高我们怎么样 逢高减仓逢高出货 这里也说了很多次说了很多回 但是我也提醒大家在高位 尤其是在什么 前高的附近 这个前高的附近 这里 我们该怎么办要考虑 减仓考虑出货 所以在这个位置是考虑出逃的 而不是考虑加仓的 不是考虑追高的 你在这个位置追高以后 你想想你是不是站岗了 是不是站岗了 那么我想告诉大家是在这里 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什么细节呢 就是后期 这个位置 他有没有机会暂时突破了 我觉得有 而且还有很大 所以在这个高位被套的朋友们 被套的朋友们 后期他有机会给你冲高 给你解套 你可以逢高先跑 逢高先出 尤其是你的票是属于什么 核心人气票的话 那问题不大 要是是那种跟风的 有机会给你高位减仓跟跑路的 一定要先跑 当然这个位置 我们说的20天均价线附近 是大家可以留意 可以重点跟踪的一个点 这里我觉得大家要注意 他如果杀了这20天线 可以做个DC博克反出反弹 后期拉高是有机会去 冲击上方的高位的 而且电力这个方向 我觉得他没走 所以他随时都有可能 迎来放量的大阳线 突破前面高位进入一个加速阶段 接下来要重视 好 那我们来说个股 哪些是重点留意和跟踪的 在周五你看有几支票是红盘的 其实不多 也是大支票 可是这些票大家看起来就 感觉很郁闷 这些票在前期表现不太好 对不对 那么这些是不是后期的重点呢 其实不尽然 我告诉你如果你要做 所谓的电力票的话 后期你一定要留意什么周五 跌幅比较大的这些票 告诉你啊 这些票一旦清满了 他反弹又是表现最好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重视 比如说晶能电力跌停了 跌到十个点 很多人没反过来呀 在这个周五对吧 直接就一字马跌停了 那在这个周三周四 追高的没有其实出逃的 肯定是什么 套住的 那么怎么办 朋友们记住这里是一字马杀跌 那么不排除 随时都有可能走出一个 大阳线 如果说有资金在这个位置抄底 你看他是一字马杀下来 那么在下周的话 正常情况下会出去大低开 那有资金才是抄底的话 他很有可能走出一个中大阳线的一个走势 很有可能走出正在走势 这种票的话 大家就注意了 他的空间潜力就有可能打开了 所以很多人就问 这个是吧 第一字马是不是主力资金借机洗盘 说真的这里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要注意 下周如果打了这个支撑 比如说10天线20天线 有资金抄底的话 我觉得道歉还是要注意 很有可能走出一个大阳的一个反击 这是大家说要注意的 因为他有优势 他的优势在哪里 优势在这里大家看 30多亿的一个什么市值 这是他的巨大优势 所以他的空间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好了除了这个票之外还有谁 好多有点 亏损的人比较多 套的人比较多 我就纳闷了 说这个票 我说了很多时 在这个位置有人追高 在这个位置又有人追高 我真的无语了 在周五我说话后 有个朋友跟我说二阳先生 我是在这一天的周三追高进去的 结果周四跌了 周五跌了 我又亏了 亏了十几个点 他就问我二阳先生这这怎么办 我要不要割入 因为我就想我说这个票 我不是告诉你要注意吗 但是你不是说这个票有机会突破45吗 有机会再走一轮吗 所以我就在这个位置进场了 我以为他会突破了 说到这里我给大家一个见 这个位置是前些低点附近 可以考虑低息前伏 但是越是往上拉 尤其是上方的压力位附近 要什么 考虑减仓考虑出货 不要轻易的去追 不要轻易的去顶 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明白 那下周他有没有结果再冲高了有 如果说他有低点的话 没有票的朋友们 在这个低点附近 如果你没有票 我倒是觉得你可以考虑做一个低息 做一个博弈 后期拉高还是有机会的 大家觉得 好 那除了这个票之外 你看像世贸 这种票也跌的比较多 跌幅也比较大 对吧 那这种票怎么看 这种票大家记住 他前期他的支撑位在哪里 这里 30线那么30线现在已经跌破了 30线如果说守不住的话 他很有可能就是什么 很有可能就是冲高回落 所以大家要记住 这里需要强势的一个大阳线 反包他才会有机会 去挑上方的高位 如果没有出去大阳线的话 那我觉得他 他再次回踩到下面的60天线的可能性 就越来越大了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个是 这种票 但是他回到60天线又是机会 什么机会 不反攻反弹的机会 大连热电这个票是在近期最强的票 但是 还记得我在前期跟大家说过一个技术 分享过技术 我说一直把一直加速上去的 怎么 不要轻易的去追 不要轻易的去顶 这种很容易高位接盘高位站岗 你看这里是吧 这里 对不对 所以在操作上面你要注意这个细节的一个变化 整体不要轻易的去顶 这里是受利好交实相 那不排除后期出现补跌 所以朋友们在这个位置高位被套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逢高 出货逢高减仓 不要再轻易的去顶 不要再轻易的去追 还有华电国际 华电国际的话这个票破位 破掉了六升线 所以他急需什么 急需反报 不反报的话你看这里量放出来了 棒量大跌 那么再次往下跌的话后期反弹 反到这个位置仍然是什么巨大压力 那这个六升线就变成的什么压力位 而不是支撑位 前面多次他印证了他是什么是支撑位 但是这里破掉以后没有快速反报的话 他就变成了压力位 后期拉高 那这个位置就会有人出货 有人出逃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不要看他一拉拉 那你就马上又追 这个就不靠谱 后排这些大家注意 那比如包括南网科技 这项新能这种对不对 你看 这种票的话大家就要注意了 尤其是南网科技这种票对吧 近期还是属于一个空投状态 而且他牛他已经跌到前面这个位置 那么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把逢低上车 后期拉反弹的话还是可以的 但是记住不能轻易的去追高 这种票目前趋势是上下的 他可能会有一个短线的机会 还有你看浙江新能这种票对吧 跟刚才讲的那个票是不是有那片 30天线没守住 到他继续跌 那么就跌到60天线下 那么像这种票的话 没有票的在低点附近 你倒是可以博一下了 后期来个反弹拉高 你就有机会逢高减仓了 这个票就盲目不能撒跌了 就是说你在这个位置 你是不能盲目的再割入了 要等他反出反弹拉高 你可以考虑出货 可以考虑减仓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还有你看长青集团在周 上周是表现比较强的对吧 结果这里出现明显的分化 那么像这种票走吗没有 我认为没走完 天机也跟大家讲过 六五日均驾线附近是什么 是大家可以博弈的一个点 无约线 这位置可以博弈的点 可以低线的点 后期拉高后期 是吧 减仓就是的 整体来看 这个高位被套的朋友 有朋友给你冲高 朋友们要记住 有朋友有机会给你冲高 但是冲高的话 也要考虑先先减仓先跑路 除非他出进什么明显的一个 负量反暴 我觉得他就是洗盘动作 洗盘接触将继续加速 总之一句话就是电力板块 他很多票还在低位 所以在经过这 几天的一个什么调整后 随时都有可能再度迎来 放量大阳性的一个突破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重视和重点 尤其是近期 位置表低底部出界起稳的 你看这些 周五有几只票属于红盘的 你比如说像镜头能源这种票 对吧 刚好打到六星线 他起稳了 他很有可能在这位置再迎来一波反出反弹 包括一些前期调的比较充分的一些票 低位的 大家都可以去留意或者跟踪 但整体来看 电力板块目前 高位的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所以 尤其是在周上周最高的高位最高的 逢高要减操 逢高要出货 下一个 焦点下一轮反弹可能龙头就换掉了 这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 好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